接下来的新闻要请长辈们要多加注意了 一里正一名70岁的老先生进入一间潮商 打算购买11万元的游戏点数 不过店员却认为老先生不太可能是线上玩家 因此也怀疑他是遇到了诈骗集团 就赶快的来报警处理 警方赶抵现场了解状况后 随即也特别提醒了老先生 这可能是诈骗集团的一贯伎俩 老先生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险些上当 一里正一名70几岁的老先生进入一间潮商 打算要购买11万元的游戏点数 但店员认为老先生不太可能是线上玩家 怀疑他遇上了诈骗集团就赶快报警处理 警方抵达现场了解状况之后 随即提醒老先生 这可能是诈骗集团一贯伎俩 老先生才发现自己险些上当 名称为娱乐城的网友 欲向老翁借钱花用 请老翁透过购买点数方式 将序号提供给网友 远景听完之后 耐心解说这是诈骗 此为诈骗集团典型的假加油真诈骗手段 若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及时拨打辖区 拍手电话110及165反诈骗电话 来做询问及查证 同仁皆会耐心的说明保障民众财产安全 日本局表示这是诈骗集团典型的 假交友真诈骗的手段 集团会养成自己是朋友 并且急需要钱来博取被害人的同情心 远景耐心解说 如果朋友真的要借钱 会当面跟你借 不会透过网路来借 此话一语点碰梦中人 老先生才恍然大悟 感激警察以及店家的协助 及时保住存下的辛苦钱 记者高雙雙欲正采访报道